欢迎大小姐回家 老爷和夫人都在村里呢 来 恭喜大小姐 爸 妈 我的好悲情啊 妈妈看没怎么好好宠爱你呢 怎么就要嫁人了呢 还不让我和你爸过去 妈 你别难过嘛 我不过的就是假结婚 为了报答养父母和爷爷的恩情 再说了 你们这道仪区啊 全球的媒体都知道了 到时候我怎么收场 爸 你快帮我倩倩妈 是 女儿说的对 以大局为奏 咱们宝贝女儿 以后还要嫁人呢 爸 你说什么呢 那我先走了 等会再晚了 我赶不上自己的婚礼了 那你以后可要回来看我婆女爸 知道了 妈 等我报答养父母 帮他们找到亲生女儿 就天天回来陪着你们 到时候你们赶我 我都不走呢 去 那我走了 管家 让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放心吧 老爷 礼物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这就派人送到大交界的婚宴上去 好的 在婚宴上由我们叶家给秋华撑腰 我看以后谁敢欺负我宝贝女儿 喂 沈凯峰 你别睡了 赶紧从女人的床上下来 我拜托你 装一装像一点 行不行 别迟到啊 好好好 医生 我爷爷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正式手术还算顺利 老人家算是挺过来了 太好了 谢谢医生 但老人家毕竟年龄大了 病症若是出现恶化 恐怕 你们家属要实时做好心理准备 乖生呀 月月时日不多了 林忠泉还能不能看到 你和小婶结婚的那天啊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欢迎大家共同走进 瑜伽千金 于秋华女士 沈家公子 沈凯峰先生的婚礼 今天的于秋华女士和沈凯峰先生 她们真的很幸福 这份幸福不仅仅是 她们在人生最好的年纪 遇见彼此 更重要的是 这一份幸福 有爸爸妈妈和所有的亲人朋友 一起来见证 爸 凯峰 以后秋华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 爸 我们走吧 秋华 沈凯峰 我警告你 虽然我们没有感情基础 但是你在外面花天钱 如果让我爸妈知道 我饶不了你啊 放心吧 老婆大人 沈凯峰先生 你愿意娶我们 于秋华女士为妻吗 从今以后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 都愿意和她厮守一生吗 我愿意 于秋华女士 你愿意嫁我们 沈凯峰先生为妻吗 从今以后 无论健康还是疾病 都愿意和她厮守一生吗 我愿意 我不同意 小姑娘 你知道自己的人生 本可以更好吗 我有办法帮你夺回她 你想要吗 拿好这个 记住 之后一切 听我安排 她根本不是瑜伽前进 我才是 我才是真的 妈 妈 我愿意才是你们真正的女儿呀 放手 哪来的疯子 保安 把你赶出去 放开我 我的亲女儿 真的是我的亲女儿啊 我都用叶家力量 长了那么久都没找到的 为什么突然出现了 出现得这么强 真是我女儿 那她是 老婆 她长得和你们 真的挺像的 你这么多年在外面 真是吃了多少苦呀 怎么能成这个样子呀 我才会流浪二十年 每天 只能吃松饭 吹大鸡 但是 只要能找到你们 我受再多的苦 都值了 女儿 你竟然受了这么多的苦 你 你放心 以后 我们一定会加倍地补偿你的 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儿 快上洗衣服 来给我女儿披的 披披 我来 女儿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 怎么了 我来 快快快开箭 快 抓她面具 搞什么呀 原来营修房是个冒牌货 既然这个女人 才是真正的为家千金 那我给她抓住机会 好好地表现 想说 喂 妈 观女儿 余家发声的事 我们都知道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放心吧 我还要赶回家照顾妹妹呢 就先不跟你说了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有什么事啊 密码给我们打电话 好 我知道了 一听女儿的语气 就知道受了委屈了 要不咱们去看看吧 别急 女儿现在还不向我们包容身份 咱们贸然行事 有可能会给她添麻烦 我怎么可能不急 夜下帮了瑜伽多少忙 他们居然这么欺负我女儿 我一听到啊 心都疼了 好了 秀长已经从国外回来了 这件事就知道大家处理 也好让他们两个孩子 肯养想感情 行吧 嗯 嗯 我知道了 秋华那边我会顶着点的 瑜伽新回来的女儿余维仪 帮我监控上 还有 秋华今天婚礼的监控视频 给我发一发 好的 完了 瑜伽的 你们要是记得秋华 我们叶家 绝不会善罢甘休 少爷 快递您收到了吧 这就是老爷和夫人 找到的亲生女儿 你已经收到了 没什么事挂了啊 原来 是你 爸 妈 没想到 我流浪了二十多年 最后还是找到了你们 之前受的苦 都值了 好辣乖女儿 爸以前的事啊 都忘掉 从今天起啊 也就是我们家里啊 最受宠的小公主 谢谢妈 爸妈好不容易 才找回亲生女儿 我 还是不打扰她 秋华小姐回来了 秋华 你怎么才回来呀 你先去把叫声换掉吧 好 妈 她就是你们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啊 对啊 薇姨 她又是你姐姐 余春华 现在公司里的事情 基本上都是她在处理 以后呀 你们姐妹俩呀 相互服侍 听妈妈的说法 姐姐很厉害呢 不对 她肯定是我搞错了 我这么弱 哪是姐姐的对手啊 姐姐怎么可能是 总挠我回家的那个人 总挠你 薇姨 你说清楚 薇姨 别怕 有什么委屈就说出来 叔叔阿姨和我 都会给你撑腰的 其实 我之前 根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我还有父母 直到有一天 突然有一帮人 把我绑进山里 还说 我等了某个人的路 他们 他们 他们打伤我的腿 还把我扔到山沟里 要不是我命大 被护理员发现 我就这辈子 都见不到你们了 正是因为这样 我才知道 原来 在这个世界上 我也是有父母的人 妈 爸 我找到你们好苦啊 我的心肝毛病 你受苦了 等了某个人的路 走啊 没想到我自然养了他毒蛇在身边 余秋华 你给我滚过来 余秋华你给我过来 怎么了爸爸 你养了你二十多年 没想到你这么恶毒 我真是看错你了 你 你说什么呢爸 说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自己不是我们轻生的了 原来爸爸是弃我一所隐瞒 是 是 我是早就知道了 我不是怕你们受刺激吗 我本来想的是帮你们找到妹妹在 在什么 在杀了她对吧 余秋华 我真信心没跟你这个蛇蝎毒妇的女人结婚 你什么意思啊 秋华啊 温宜之前说有人要害她 是你做的吗 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 除了你这个冒牌货还有谁 谁 会跟余佳的真千金过不去 谁不知道余佳近几年 在咱们海市 跻身进了前十 更适得到了叶家这个靠山 你前途是一骗我 你就真舍得把余佳千金的头衔 拱手让给别人 沈开风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 你就这么看我 够了 余秋华 我告诉你 既然你敢对我女儿做出这么无耻的事情 那余佳的财产你半分都别想要 你不配住在这么好的房间 你快滚到地下室去 是你要陷害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妈 我没有诬陷姐姐 姐姐不想我回来 我理解 你就别怪她了 你别害怕啊 妈妈在 你还敢挡起这么多人的面 对我一直这么凶 我真的是看错你了 妈 林怡 她不走 我带她走 你 你松开 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呢 妈 走 妈 爸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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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高傲 还装什么千金大小姐 碰能不让我碰 你 没想到啊 居然是个冒牌活 我呸 活该你 滚 沈开风 你放我出去 沈太阳 你放我出去 沈太阳 为什么不相信我啊 二十多年的感情 就比不过秦雪原那一句话 来 来 两个吃 温依今儿没事吧 没事 家妈今天菜烧的味道不错 温依 来 尝一尝 等你回到余家后 余秋华肯定不会伤害感受 除了离间她爸妈 还要记得拉拢同盟 拉拢来沈家的少年 对我以后必有帮助 回一下去前进和过去 少点多吃点 今天麻烦凯峰啊 外面天也黑了 你就在我们家住一晚 明早再回去 多谢余叔 阿姨 是 嗯 试了她 我娶的就还是你家前进 温穿不赔 这么多好东西 都是我的 健康 散伤 特别火 散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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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把你出去 什么东西 救我小姐 我来救你了 什么 我来救我 你来干什么 不好 你还会小心踢出来 怎么回事 我又不知道 是我包小姐 就抓着我一小心捅翻了 我来 我来严慈 她怎么不安套你出来了 我去丫家正转让吐着呢 有没有梁小姐 怎么答应我的 这么快就跟她混到一起去了 你们不要连你 我 混账 还跟大文的面子去不为一 啊 我看你手你贴了 我也打正招 但正好 爸 脸好痛啊 林秀华 你好歹毒的心啊 要不是我拦着 你非得把我一个打火油 让老老告诉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不能没有碰到他 够了 我都听到动静了 你还在里解释 我养了你二十多年 没发现你如此道德败坏 我偷偷败坏 是我结婚当天 他们两个人 你 你说我到底有办法 岳父 岳母 我是她是喜欢威仪 其难自尽 所以 我和凯峰哥哥情投意合 求你们别怪她 情投意合 你知不知道 我跟她是有婚约的 婚约是我于家和沈家定下的 既然威仪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那结婚的 当然也是个她和凯峰 今天的事 要是你敢说出去 你就给我滚出于家 后天你母亲的寿业 你就不用去了 我们会在书店上宣布 我与姨 才是我于家的亲生女儿 从今天起 你就不再是于家的亲亲小姐 你就给我安分手指的伺候为宜 把这些人欠她 都还给她 假的 把她带回地下室 上把新锁 爸 妈 什么意思啊 我 我不管说什么都怼不过她一句话识 怎么会在里面液黑酸水的呀 下剑下剑 就让你再享受几天于家人的特权 感谢最后一剑 我就能把你彻底的已经烂得一顿 永远犯不了身 秋华小姐 老爷和夫人 要来这次的声音上将能逐出于家 您快去求求情 他们一定会改变主意的 沈凯峰 毫口不挡道 让开 宇俊华 你都被于家抛弃了 还这么傲气啊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 于家千娇百娶的小公主啊 你醒醒吧 叔叔阿姨宠爱的那个人 已经不是你了 要不是他诬陷我爸妈 才不会那样对我呢 对啊 姐姐 我就是诬陷你 你难道我怎么样 你 你 你 姐姐我好心出来迎接你 你干嘛诱打我 你又装给谁看呢 你 又打威仪 快来 疼不疼啊 我说了很多次了 我根本没有碰到他 我都看见你还在狡辩 叔叔阿姨 他跟内威仪又推又打的 我一个大男人都拦不住 你连我都拦不住 那你还真是个弱姬呢 秋华 你做错了事情还咄咄逼人 我们以前是这么教你的嘛 妈 连你也不相信我 你妈倒是想信 那你三番几次的为难威仪 已经耗尽了我们的耐心 现在 立刻马上给威仪跪下道歉 好好认清你现在的身份 爸 别喊我爸 像你这样探图我余佳家产的人 不配做我女儿 妈 您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呢 我 你 你 我 我 我慢一点 你看 摔倒了吧 妈妈 我好痛啊 你怎么还说我我要难过了 妈妈这不是心疼你嘛 好好好 小公主啊 妈妈不说了 来 妈妈亲亲 妈妈亲亲亲的财了 乖 我一直很听你们的话 是因为我很珍惜你们把我当做我的家人 但是现在又让我为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下跪道歉 绝对不可能 好好好 你先来过公园点 你妈当时候也别想参加 给我滚 你听到吗 那小姐 滚 赶紧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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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谁敢对她动手 七华小姐 您有没有什么事啊 没事 许初 谢谢您 你是什么呀 你 您就是叶少 果然是和传闻中一样 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这是唯一 我们家前几天 才找回来的亲生意义 说话有些直 您都不包含 哎呀 我夫人寿宴 今天能请到 叶少的大家官 不是来参加 令夫人寿宴的 我是来找 余秋华小姐 我们少爷刚回国 想找余秋华小姐 来推进叶家 和你们余家的合作 结果就发现 你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来 为难我们家 我们家一直都非常信赖的 秋华小姐 真是让人看不下去 叶少 去管家 你二位有所不知 其实 余秋华并不是余家千金 余为宜才是 深海 帮你 我没记错的话 之前天天围在 秋华小姐身边 大献殷勤的那个人 是你吧 这才几天不见 你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 虚管家 这些都是我余家的家事 外人还是不要插手 叶余家的家事 叶余家的人既然管不了余家的事 那余家的事也求不了叶余家的人了 我不是个意思的 余秀 徐管家 徐管家 爸 妈 这些事情由我而起 就让我去解决吧 好 你跟他们接触比较多 你去聊一聊吧 好 那我先去了 等会会牺牲来找你们 好 坐下去 坐坐坐 你个贱人 竟然还真被叶佳打上线 别急 等会儿就让你的宴会上当众出众 我看叶佳还抱不抱呢 许说 叶 叫我羞然就可以了 羞然哥哥 你回国了 不好意思啊 第一次见面就让你们看到这种画面 你们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大笑容 我们要是再不来 怎么会发现 余佳 找到自己的亲生女儿以后 居然敢这么对你 你们都知道了 你还打算 离人一起多久 跟我回去吧 我肯定要是 在台湾中心上 我肯定要见到 我也不知道 我肯定要叫你 你可不顾心痛 走了 那你的包 你 没事吧 没事 本姑娘向来陆建物品 把她伤害 这段小时就行了 走了 是 你呢 跟我回叶家吧 叶家想补偿这些年对你的亏欠 我从来没觉得叶家对我有什么亏欠 反倒是这些年一直在帮衬我 我还是挺感激的 只是养父母那边 我还有太多事情没有解决了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 突然之间他们的态度就变了那么多 对于有些人来讲 相处的感情大于一切 但是对于有些人 却只曾经血浓于水 对 秋华 你要记得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们都支持你 叶家 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谢谢你啊 薛然哥哥 说也马上开始了 你们要跟我一起进去吗 于一家还不值得我浪费时间 小爷 你有什么问题 欢迎随时找我 大小姐 有了叶少那句话危险 量他们瑜伽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那我先进去了 少爷 大小姐 果真像我们预计的一样 不可委屈 不可委屈 按您计划行事吧 是 礼物啊 我已经按您的吩咐准备好了 我会找到合适的时机 派人送进去 给大小姐造势 好 启家就让你借着我业家的事 再夸我一阵 大小姐回到了业家 看少爷怎么收拾你 凯峰哥哥 我交给你办的事 办土了吗 当然 不管是做伪证的证人 还是伪的监控录像 都已经在我手里了 你就放心吧 就跟你罚我失灵了 凯峰哥哥真是太厉害了 这么快就把事情办土了 可恨的是 那个贱人竟然攀上了叶家 害得我们如此操心 卫姨别担心 叶家之所以看中他 不过是因为他曾是 于家的前进而已 等今天的事情办成 叶家人亲眼看他实事 以后的资源 不都还是你的吗 凯峰哥哥真是太让人 有安全感了 能跟你在一起 我真是太幸福了 卫姨 你是我的未婚妻 帮你扫除一切阻碍呢 是我的责任 等你坐稳了于家的 继承人的位置 到时候省与两家联合 再得到叶家的背后扶持 那前途不是一片光明吗 行 我先过去啊 没错 就像贾燕说的 财富珠宝 拼有尽有 万千宠爱 急于一身 这就是我愿为你本该拥有的人生 这就是我愿为你本该拥有的人生 而于秋 她才是那个应该尝尽口头的人 大家进一进 今天是我夫人的五十岁寿辰 欢迎各位捧场 除此之外 海天大喜事要宣布 威仪 向大家荣重介绍一下 这是我愿家真正的女儿 于威仪 从今天起 威仪就是我愿家 独一无二的情深女儿 这么说来 秋华小姐和她们没有血缘关系 不知之后 愿家会怎么对她 好歹养了二十多年 有感情的 对啊 当然是把她赶出家了 让她尝尝乞丐的肥味 她竟敢挑衅你 大家好 我是于威仪 我女儿才从外面回来不久 有些做得不好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担待 在台上都控制不了自己的表情 真的让别人是傻子 看她的样子 来者不善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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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糟了 妈妈最怕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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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小心 你没事吧 抱歉各位 酒店的电力系统 刚才出了点小问题 难道是谁 寿宴即将开始 秋华小姐 老人和夫人让您去她那边 哦 好 我就知道爸妈心里还是有我的 我得赶紧去看看妈妈怎么样了 妈妈 你没事吧 你眼睛瞎了吗 看不到你妈这么害怕吗 哎呀 秋华 你跟夜市 谈得怎么样了 原来叫我过来只是为了叶家的事 哦 妈 您放心 夜市和于市的合作不会中断的 哼 我就说不用担心 我多少收回就收回 合同在那摆着呢 今天的事本就因你而起 要是造成了损失 饶不了你 哎呀 行了行了 你少说两句吧 哎呀 明明是妈妈的寿宴 怎么都在说姐姐啊 不知道呢 还以为是在给姐姐助寿呢 对啊 丽姨 您才是今天的主角 妈妈 今天大家都给你准备了礼物 快让我开开眼吧 好 听我女儿的 姐姐 既然你是特地为妈妈而来的 那就请你先送上贺礼吧 哦 好 妈 这是我从叶家珠宝店 为您定制的金香玉手镯 希望您喜欢 哎呀 好漂亮啊 哇 这么漂亮的镯子 姐姐 这个镯子 怎么是塑料的呀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大家听听 这根本就不是玉的声音嘛 姐姐 你是不是没钱买礼物 所以随便在地摊上捡的呀 还金香玉呢 连坐脚都懒得坐全 我看你啊 对林依的寿宴一点都不伤心 这 这不是我送的桌子呀 你们看 我这个盒子它明明就是 叶家珠宝店的定制礼盒呀 姐姐 你要是不想买礼物 你带着新衣来就行了 你何必带一个地摊货 我这 这不是侮辱人吗 你 余佳心辛苦苦养育了我二十多年 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呢 刚刚这个礼品一直放在后台 一定是有人用验品换了正品 想毁掉寿宴 妈 我们去查查监控好吗 谁知道你是不是对监控做了手脚 你说我做了手脚就拿出证据来 不要在这里血口喷人 妈 如果你们实在不相信 可以去查叶家二十天前的提货记录 听话 妈没有不相信你 这东西啊 先放一放吧啊 妈 行了 你妈都说不介意了 你就别站在那儿丢人现眼了 赶紧坐下 妈 我刚回来 不会挑礼物 昨天呢 让凯峰哥哥陪我去买了一个镯子 不知道您喜不喜欢 我宝贝女儿买的 妈怎么会不喜欢呢 快打开让妈看看 哎呀好漂亮啊 哎呦 很漂亮 你偷了我的礼物 你偷了我的礼物 姐姐 姐姐 你不能因为我送的镯子也是金香玉的 你就说我偷了你的东西吧 这 这不是污蔑吗 你 李秋华 她是瑜伽千金 我是沈家少爷 要什么东西没有 有必要偷你的吗 我看你是被鸡都冲过了头吧 你 李秋华 我念在你说我养女的份上扔你半天 可你竟敢污蔑为夷 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爸 明明是他们污蔑我 还不让我掉监控自证清白 你不能因为你的亲生女儿就阻止我自证清白啊 我不让你掉监控 还不是为你好 难道你想让大伙知道你做的丑事吗 嗯 叔叔 俞秋华 我还以为你知错就该 真是来为你妈祝寿的 没想到你居然安弟弟 做那么多凹凸事 你真的想让俞佳 胜败名列吗 爸 停电的时候我明明就站在那边 我怎么可能去拉电查呢 再多的人都可以为我作证 我就知道 李毅当前 谁会为一个被舍弃的养女说话 姐姐 你就别嘴硬啊 赶快道歉 保证以后不再犯了 我绝不会为我没做过的事情道歉 更何况你们两个凭空无名 做那么 看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对吧 证人 是她 拉下电闸的女人就是她 她就是拉下电闸的女人 现在人证物证俱全 你还有什么想交变 真可笑 就凭一个虚假的视频和一个做伪证的证人 你们俩真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 姐姐 你要的监控视频呢已经给你了 你要说这是伪造的 这 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好 我问问你 视频上明明没有作案人的证人 你是怎么一进门就认出是我的 如果你说是我 那么我请问 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的我 当时我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 就 就在后面看见的 你手上拿的是 你答不出来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人 我见过我 视频上让人人手上没有玩任何东西 你连他都没有见过我说的对吗 余秋华 少拿那大小姐的架势欺压无辜的普通人 我 我是对莫须有的罪名做出反击罢了 倒是你们两个 一直用各种别角的理由来读我 我倒想问问你们二位是何居心啊 够了余秋华 证据就明明白白的呈现在大家面前 你还在狡辩 你觉得出的手不够吗 啊 明明是他们污蔑我 不管是不是你做的都跟你脱不开关系 你现在立刻 马上离开会场 马上离开会场 明明做错事情的不是我 凭什么我要走啊 秋华 你这做的也太难看了 我 还不快走 你不走是因为叶家还没到吗 你觉得叶家还要跟你站在一起吗 这个叶家有什么关系啊 众所周知 叶家这海市最大的家族 近几年 又一直暗地地扶持瑜伽 你一直为难威仪又不肯走 不就是怕威仪夺走你的千金地位之后 又夺走叶家对你的扶持吗 沈凯夫 你觉得叶家会平靶无故地帮劝瑜伽吗 姐姐 你不会想说 叶家是因为你才扶持瑜伽的吧 你可不能这样我自己脸上贴金啊 诶 那可不一定 看他在门口跟许管家眉来眼去的样子 有可能啊 真是靠老男人拉投资呢 施砍峰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就啊 之前你一直拒绝我这个未婚夫 不就是因为爬上了许管家的床 你别敢做不敢认啊 你 我 贱人你敢打我 混账 你连虚管家的药都敢造 你吃了球 你暴自胆了你 爸 妈 凯方哥哥只是说了事实 他就这样打他 万一我以后要是惹了他 他不得打死我 敢在我卫生打人 你倒反了你 妈 把他拖下去 别碰我 爸 妈 你们到底要如此是非不分吗 他把他带走 叶家送礼到 叶家送来北京叶明珠一队 南海雪山湖一颗 香精玉如一梅 明轩得青花词一套 坦桑是戒指一套 扭黄金白银各一万人 公祝余夫人五十大寿 感谢这位 赵鹏 感谢赵先生 特意前来送礼 可是许管家分付呀 几日之前 余千金来到我叶家旗下的珠宝店 说余夫人五十大寿 希望从叶家订一匹礼物送到寿宴上 哎呀 给母亲送如此多的贺礼 当真是一片孝心啊 我只买了手镯作为贺礼 不曾跟叶家额外送礼 啊 难道是爸妈知道我的处境 特地以我的名义给余家送你 哪位是余千金 我们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准时送到礼物了 是我 我就是唯一的余千金 没错 昨天就是我陪着余一小姐 去给林医挑选手镯的 这送的真是时候啊 原来这位就是 生命运人的余千金啊 今日一见 当真是气质不凡啊 您给我讲了 两年前您在陈北项目 为我们叶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为表谢一 除了您吩咐的古董和首饰之外 这批黄金白银便是额外的谢礼了 祝您在今后的人生中再闯辉煌 两年前余家这个千金还没找到吧 你说什么 这位余秋华小姐才是您应该感谢的人 刚不是说这是余家唯一的千金吗 这怎么又冒出来一个 你们莫不是在戏弄我 戏弄叶家 误会误会 怎么敢戏弄叶家呢 这个是有原因的 之前不知道余秋华 和我们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一直把它当作亲生女儿来对待 赵先生 你看清楚了 这个呀 才是我们余家的亲生女儿 余卫怡 虽然余怡才回来 但昨天确实是余怡小姐 去叶家首饰店挑选手肘的 我当时陪着一块去的 我可以作证 原来这位才是真正的余家千金啊 实惊实惊 恭喜余千金终于找回自己家 也希望这份喜悦能带回我们叶家 祝我们早日找回小姐 希望你们早日找回叶千金 我们为仪就是善良 不像某个女人丢进脸面又想抢功劳 果真是一个没爹没妈的孤儿 沈凯峰 你不会说话就闭嘴 赵鹏 徐管家难道没有告诉你送礼的人的名字 是 该死 我给忘了 不会真搞错证了吧 传回管家耳朵的话 我可保护出饭碗了 真正的余家千金 当然是余威怡小姐了 照你这么说 两年前帮衬叶家的也是她余威怡了 这 这 连上级的吩咐都搞不清楚 我建议你啊 还是别在余家待下去了 喂 徐管家 这个赵鹏好像连送礼的人都搞不清楚 好 你被开除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她和徐管家什么关系 难道她才是徐管家吩咐的人 可是余威怡才是余家找回的亲亲金 叶家难道不就是想真喜气找个叶小姐 她特意给余家面子的吧 赵先生 您可不要被这个女人给欺骗过去了 赵先生 您都打不通徐管家电话 她怎么可能打得通 除非 他们两个有私情 余威怡 你当时叶家下手都没有也敢造我跟徐管家的谣 赵先生 您替叶家送礼 一定是叶家中用的大人物 可这个女人 她竟敢使唤 想害您丢掉工作 反正徐管家不在 这里地位最高的叶家人就是我 没错 当了徐管家的亲人 还敢如此炫耀 胡家胡为 当真是不要你 你 你竟敢在外面做这么见不得人的事 从今天起 你与秋华就不是我徐家的女儿 你是真不带脑子出门 秋华 你太让我失望了 把她给我放开 把她给我放开 闲杂人长 全部离场 叶少 叶少 蠢祸 我是怎么吩咐你的 什么蠢机型 徐管家 叶家不需要无用之人 叶少 叶少我错了 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家里还有父母药山药 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啊 叶少 我告诉你 给我老实的在这儿待着 我要去招惹叶少 否则 我让你连新工作都找不到 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啊 嗯 没事 都为什么多人看着呢 是得把这些烦人的家伙先解决了 叶少 您教寻下属我没意见 但您在我夫人的书院上当众打人 这是不给我瑜伽面子 这个废物下属 连秋华小姐的名字都记不住 难道不该打人 不过 瑜伽 你们瑜伽算是个什么东西 叶少人 就算你是叶家的人 也不能丢我和瑜伽不敬啊 这是一份价值一意的订单 本来我还要看在秋华的面子上 继续跟瑜伽合作 可是你们因为一个不是亲生女儿的女人 诋毁秋华 以便是非 我想也没有合作的必要 别别别别别 既然你们要跟秋华断绝关系了 那么从今日起 叶家撤回对瑜伽的一切扶持 礼物收回 订单 取消 我倒要看看你的瑜伽能撑多久 那我们回家 好 走 哥哥 哥哥哥哥 放下 你们瑜伽自己的烂摊子 可是还是自己收拾吧 恕不风雷 叶少 您别走啊 我坐下来再谈谈 有话好说 别走啊 怡翼呀 怡翼没了 怡翼 怡翼没有了 怡翼呀 哪里是在找怡翼的订单啊 好 哥快放我下来吧 哦 谢谢你啊 哥 傻丫头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到时候我刚来晚了 让你受欺负了 我没有 父母说 你跟沈杰那小子结婚以后 也许就不会继续住在御家了 正好我回来了 把公司的业务交给你 你打理了那么多年的事务 交给我不太合适吧 我早就做好了 把一些德华给你的准备了 毕竟这些本该属于你 我不是 你不用感到愧疚的 这都是命运的安排 我们谁也没想拖走别人的人生呢 不是愧疚 而是感激 因为叶家 我才没有变成东斯在那边的起因 我感激他们 也感激你 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的关系 会变成你跟约翼那样 毕竟你是叶家的人 不是那种人可以逼的 点 那你接下来想去哪里 想回夜宅吗 回去吧 我也有好几天没见爸妈了 还挺想他们的呢 好 那我们走 去管家 爸妈 我们回来了 怎么样 有没有让瑜伽那帮欺负秋华的混蛋 得到要许 妈 你看谁来了 妈 妈 我回来了 你把秋华接回来了 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呀 你看这 什么准备都没有 官女来来来 赶紧坐 薛管家 赶紧去厨房说一下 晚上给秋华做打餐 不用麻烦了 我晚上还回瑜伽 秋华 刚才你可没说要回去 关你啊 瑜伽那么对你 你何苦对他们心存幻想 我本来以为吧 帮他们找到了唯一的亲生女儿之后 我在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一个亲人 没想到是失去了两个 瑜伽父母这么对我 我确实可以不管他们 但是瑜伽爷爷吧 一直对我特别好 我就想着再帮爷爷完成最后一个心愿 到时候我也就不欠他们的了 我就可以跟他们恩购一卷了 老爸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们都会支持你啊 你妈说的对 瑜伽的事先放一遍 现在才是省畅 晚上真的要不去 要吃完菜了 嗯 好 晚上 好吃的呀 谢谢 原来 这才是真正的家人 妈 哭哭哭哭 就知道哭 要不是你和姓婶那臭小子搞出那么多幼儿子 瑜伽 会受过对我们的福祉吗 瑜伽的鼎带 一一呀 爸爸 一一呀 你送孩子干什么呀 孩子才回来 她能知道什么 你还替这个动手势的丫头说话 还不知道她是不是我们的宠 爸 你怎么能够怀疑我呢 你不是看过我给你的检测报告了吗 你看过我们瑜伽财产的人 抓到去了 爸 我没有骗你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呀 妈 你帮帮我劝承爸 还要让他别被外人脚脱了 今天就是天王老师奶奶 你得重新做一次性子鉴定 你给我起来 妈 小妈 你过来 拿好 去给我重新做一次检测 要加急 本来只是想放鱼去划过去搅浑水 没想到俊威有意外之心 和自己的家人心生贤心 呵呵 镜子 真是太精彩了 你们继续 只有这样 你们才对得起我被毁掉的人寿 妈妈 老爷 你干什么 不是 我要你的名字 别锁了 你管管管听话 我不是谁在你的 老爷 我求你了 不要了 你们在干什么 就想哭语我的 夫人 我没有 你还敢狗辩 我孩子 夫人 我求求你了 你求求我的孩子 什么孩子啊 你还在找 你别美 我 Amber 死了 快去救救我 吃了 那幸福 太厉害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你怀孕了 那天就是一时生气 夫人 这事也不能全怪你 那行 小姐 那咱们回去好好休养吧 我要你们付出代价 你还好意思回来 要不是你在社会上嘴硬死不见错 我怎么会出这么大丑 还丢掉了阴影的名单 臭丫头 竟敢用这种眼神敲老子 你要不要看看 这 是什么呀 我看当时那个场面呀 夜双的怒火确实止不住了 我就想着呢 不如先顺着她的意思来 反正当时你们也不太需要我 我就暂时离场了 等她安静下来 再跟她讨论合同的事情 这一波订单拿回来了 真的要回家 不过你放心 事成之后我就回来 把那份合同给我好不好 我知道你还有备份 哥 帮我一次 谢谢你啊 哥 我知道瑜伽已经不把我当亲人看了 但是二十多年的感情 他们能说断就断 我不能 我手上还有最后一个项目 等做完之后我就回家 好吗 到时候 我亲自去接你 好 谢谢哥 走 走 不愧是我好女儿 秋华 那夜双怎么就是说 继续会服输我们瑜伽 夜双她说 却提要看瑜伽的表现 我就是说嘛 瑜伽是叶家庇无可缺的合作伙伴 那你转告夜双 我们瑜伽定期间入住叶家的期待 好 我会的 你做梦 为什么 我都以前按你说的做了 他们还是不肯赶走这个家人 我早说了 这个女人有手段的狠 绝不能掉一切心 你慌什么 只要你听我的 你想要的一切都可以得到 余秋华她在瑜伽公司工作多年 很多权利都掌握在她手上 连你爸妈都要忌惮她起 想要打败她 必须把她提出公司 我要把我的权利夺回来 我真是期待 期待你这个没脑子的 要花多久把余事给完废了 还真是我的事 爸 我都说了我是亲生的吧 你以后可不能再怀疑我了 都怪爸 爸的错 哎呀 委屈我们为一了 跟爸说 想要什么赔礼 我想去公司学习 行 爸给你安排个职位 我想要比姐姐更高的职位 行 爸 她可没学过相关知识 空教的公司 会不会有影响 她没学过你不能教她嘛 又和秋华学习处理公司事务 以后我们瑜伽大家就靠你担了 知道了爸爸 你就放心吧 好 以后我会把公司的一切都处理好的 好 包括这个贱人 我听说了吗 余大小姐今天来公司 让我们好好招待 余大小姐不是早就在公司了吗 余秋华是假的 你不知道啊 啊 新来的才真的 哎 我跟你说 这么劲爆 所以啊 得站好队 早上好呀大家 余秋华 从今天起 你被降级为大小姐的助理 一切听从大小姐的风险 一切听从大小姐的吩咐 刘梅 你我同为部门主管 你应该没有这个权利吧 她没有权利 我总有吧 我可是余家的真前进 像你的指 不过是动作嘴皮丝的伤 余维仪 人事变动可不归你管 你也没有这个权利 整个于是公司未来都是大小姐的 她当然有权利 别说降级了 就算开除你 也是大小姐一句话的事 你还能留在于是 那是我们大小姐 人美心善 姐姐是老员工 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肯定不能直接开除 不过呢 让姐姐当我的贴身助理 也是想让姐姐 亲自教我公司的事 余维仪 我都还没有开始教你 你就开始跟他们两个学着 怎么欺负老员工了是吗 用不着你来执手霸解 就是 我们大小姐呀 冰雪聪明 公司里的事物她一点就通 哪里需要你来教 而且你这个假千金 居然敢教我们真千金做事 你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来 你看 你看 有谁站在你那边的 我告诉你 你没有秋花街 就没有预示的今天 是她 一步一步把这个小公司 一跃起身头海誓的前十 你们这些忘恩负义 羡慕杀侣的人 可悲至极 没错 我也忍不了了 你们两个算什么东西 大小姐 她俩就是于秋华的手下 平日里呀 最为狗腿 你们两个替她出头 我倒是也佩服你们的勇气 不过呢 出头 就要承担相应的代价 你们两个 扣三个月工资 好了 我可以当你的助理 但是你必须要撤销 对他们两个人的称呼 于秋华 现在还有资格在这里讨价还价吗 你再废话 我让他们包滚蛋 余维仪 上班第一天就这么磕带员工 你就不怕人心涣散了 那又怎么样 我余佳这么有钱 大不了重新故意帮人忙 底层的活 有的是人干 而你 也没有资格说我 我让你当助理 你就得当助理 还不快过来自豪我 秋华 他们简直是欺人太甚 你可不能这样任由他们欺负啊 秋华姐对不起 虽然 你提前告诉我们不要出头 但是我们还是没能忍住 好了 你们都是帮我打包補品 哪里需要道歉啊 反倒是我呀 连累了你们 被扣了工资 不过你们放心 我会给你们补回来的 秋华姐 我就是不想看到你这样被他们欺负 几个挑良小丑而已 哪里能欺负得到我啊 放心 于秋华 快说滚蛋 你们都照顾好自己 这个提醒他们明哲保身为重 放心吧 我不会任由他们欺负的 他们对我做的事情 总有一天会回到他们自己身上 好了 快去跟着他 好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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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文怡 你知道这多重要的文件吗 就往地上一扔 你就算不识自己应该看得出来吧 我在上面做了这么多笔记 你敢瞧不起我 我没有瞧不起你 我在陈述事实而已 我们于家 没有叶家的支持 只是一个空壳而已 你知不知道我们只有谈成了李总这个项目 才能再喊事站稳脚跟啊 于秋华 你少在那儿吓唬人 做好你分内的事儿 现在本领导命令你 现在立刻给我倒杯咖啡酒 你的咖啡 什么东西这么苦啊 咖啡啊 没人告诉我你咖啡就是苦的吗 我喝咖啡都加奶 如今给我倒一杯 烫死了 烫死了 别晕倒 太凉了 什么呀好难喝呀 我现在又想喝茶了 我没工夫陪你在这儿过家家 明天就要开会了 现在得当务之际 是把李总的提案做好 你反正项目丢了 否则是你和你的主要 休华姐 我这么晚了 你也别添累了 我就先走了 休华姐 我们先走了 有事记得给我们打电话 好 拜拜 拜拜 李总 这是新提案 您请过目 这份空白提案是谁提交上的 于是公司既然这么不重视我们的合作 那么我们也没有深谈下去的必要 余秋华 你为什么要将空白文件侮辱李总 这是秋华小姐提交上来的无论 李总 李总 您知道了 我做事情来相当于私不苟 这次给您提交这张白纸呢 是因为您这次提出的纯粹感 跟我们公司一起来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就像这张白纸一样啊 您想要什么样的图案 就可以在上面呈现出来 所以呢我觉得陈北的这次方案 以上就是我这次下面的提案 我会整理好发布到您的邮箱 您看您还满意 哈哈哈哈 果然是秋华小姐 深知我心啊 随后我们会继续更进 好的 敬请 李总 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您和我对接就好了 我说了算 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瑜伽 新找回来的女儿对吧 小姑娘听我一句劝 要学习真本事 比其他一切都好 好 余伟姨 都是商场上摸爬滚打 那么多年的生意人 这点小鸡两眼 根本入不了人家的发言 哎 不过你要是想继续搞这种低劣的小行径 我倒是挺欢迎的 毕竟她给我无聊的工作生活 添了不少落子 你 谢谢你 好 文件已经签字了 我先放在这儿了 你怎么那么狠心啊 把你妹妹的脸都打出血来了 你怎么这么狠心 你把你妹妹的脸都打出血来了 你也打我 你这什么眼神 真是可笑 我直接还问了你说话 没想到 你背地里面 真的像文怡说的 如此狠毒 妈 是我太笨了 她是先教不会我 才打我的 你看看你妹妹多善良 你还欺负她 你有没有良心啊 赶紧跟她道歉 你还笑 你 蛇仙心肠的恶毒女人是吧 你不是就想说这一句吗 你看清楚的是你女儿大的我 杨母 你这偏心偏的也太离谱了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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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着急 等项目做完了我马上走 到时候就算你们都跪下来求我 我也不会留下来的 试试看 她过不过分 背着我们欺负威仪 才敢顶你的嘴 这个于秋华 刚刚给她一点好脸色 她就嚣张起来了 你为什么治不了她 妈 于秋华那个贱人 肯定是又攀上叶修然了 她居然说 叶修然指明让她负责叶家的项目 她说其他人都不配 尤其是我 这个荡妇 她竟敢这样侮辱你那个瑜伽千金 没啥呢 老爷 上次她回来 坐的就是瑜伽娘子的车 剪点的东西 在外面沾花惹草 背去我瑜伽和沈家的分约 闹出这么多丑事 让她看笑 害得我瑜伽损失巨大 还敢不如我欺女人 欺负 喂 余秋华 你不看她现在几点了 还在我们的规换 她怎么回来 我都已经成年了 我想干什么用不着你管 再说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不怕脑衣血 余永康叫你回去 肯定是余维仪那个恶人先告状 她每次都是电影 然后他们就会把我叫回去卖一堆 明明是她先砸了你 天皇 天皇 你怎么下来了 我要准备性格公司谈业务呢 我们别在这儿说了 先回家再 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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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等等 你别告诉爸妈 走 我看 混账东西 这哪个顶撞老子 爸 您先消消气 消消气啊先别着急 我有一计 只要成功 必然叫她身败名列 开封哥哥 你就别卖关子了 快说吧 太余继华不是说 叶修然只能把项目交给她做吗 刘总这个项目 一旦落地的话 谁也不知道是谁促成的 到时候 咱们在公司年会的时候 大开庆功宴 告诉所有员工 其实这个项目呢 是咱威已完成的 一来 威已在公司稳住了军心 站稳了脚跟 二来呢 太余继华肯定会大发雷霆 到时候 咱们就顺便于情于理地 给她赶出家门 这样 咱们体面跟民生 不都有了吗 不错不错 好主意 还是年轻的脑子灵光啊 叔叔您给我讲啊 我只是想替威已 扫出一些阻碍爸爸 爸爸我也以托付给你啊 八十一百个放心 这家人真是一个皮一个蠢 那就 让我来在天上吧 火 叶少有人求见 对方说自己是秋华小姐的保姆 请她进来吧 叶少 好 瑜伽想要害秋华小姐 瑜伽想要害秋华小姐 我听说 您让秋华小姐负责瑜伽和叶家的合作项目 可是那个新来的余千金 她想要在公司的亲公宴会上 说小姐抢了她的功劳 还让老爷当众开除小姐 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我是看着小姐长大的 我早就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了 我怎么忍心看着瑜伽这么对她呢 我知道了 怎么 这卡里有二十万 当作对你的重现 这我不能要的 怎么 你就收下吧 以后 还要多多麻烦您的照顾她 那 瑜伽不得安宁到处都有你的手臂 若不是你当年坏孩子 秋华怎么会受到这门围去 这门围去 只想 yourself 她可能会有留 解除能够一年 чтобыorar 哇 我会不能线 你终于看到我的宝贝鸢了 eye U 呀 我会无论 好 小眼睛 小眼睛 小姐长得真可爱 这个眼睛长得 跟夫人妮一模一样 真的啊 这鼻子长得 跟老娘简直是一个模子 靠出来的 有吗 太会说话了 假的妈 秋花 余佳人会在静面上围难你 你要小心的 我就知道他们不会让我好过 哥 你别担心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这次我不会再顾年旧情 任他们嚣张了 不仅如此 我还要给他们献上一份大礼 你有主意就好 喂 爸 岂有此理 这余佳怎么敢这样对待我女儿 这次该人到我们亲自为秋花撑腰了 让他们看看 我们叶家不是好惹的 哼 我都要看看 他们是怎么样欺负我女儿的 别人 余佳佳这个死见人 怎么又迟到 怎么还不来 这到底在干嘛 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你见的又是破坞 哪有这么大加微笑的样子 你说是不是 他就要是 就是 谁在背后嚼舌根 给我出来 不承认是吧 好 今天所有人全部加班 不到十二点 不许走 你家家好家的方位呀 身为上级却如此可待员工 实在是太小家子气了 话说了 对那下等员工呢 就要用高压 免得他们蹬鼻子上脸 随便了 等到人性涣散之时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余小姐什么身份 还是用你来提醒 整个余氏都是我们余小姐的 就算她让人去喝马桶水 去扫厕所 那都是应该的 谁敢说一个步子啊 对 比如说呢 我现在就要要求你 赶紧给我打扫厕所去 很遗憾 我已经不是你们公司的员工了 和艳势的合作合同已经达成了 可能这是我的私人系列 你家真的晚成吗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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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懂 看来当乞丐的时候 你 你 你竟敢 上级教训你 你竟然敢懂 什么上级啊 我不都已经辞职了吗 这么说来 我以后没空陪你玩了 不要太想我了 你得意什么 没礼于佳 你什么也不是 你以为叶秀让石山西喜欢你 哼 等她把你踹了 我看你能不能笑得出来 来 太好了 这终于辞职了 心里的大石头要终于落地了 你是没看看刚刚余维依那个表情啊 她睡下去的时候脸都变醒了 那现在送你去爷爷的医院 那好吧 麻烦哥了 我以你做事怎么算是麻烦呢 走吧 爷爷 我们先来看您了 我的宝贝孙女啊 总算把你盼来了 我这不是刚结婚吗 要忙的事情特别多 结婚好啊 沈凯峰的小子呢 凯峰呀 他 他最近忙工作特别特别忙 等他忙完了 我让他来找您赔罪 好好好 看到你们相亲相爱 爷爷就心满意足了 我带他一起来看你 来得真强 那这个锅就让你来背吧 好吃吗 你不会一直在这儿等着吧 我不是说了让你先回家吗 哥 我不想你一个人读字面的这一切 你突出医生皮肩出来以后 连又可以依靠到肩膀都没有 哥 我都说了别叫我哥了 叫我秀人 走 我带你回家吃饭 谢谢你啊秀人 谢谢你啊秀人 假烟 你来干什么 刘老爷子 我知道你看不惯我 可是我有不少你感兴趣的好消息 要告诉你呢 假烟 当年 你勾引我儿子不成 现在又准备挑拨谁啊 挑拨 不不不 我是好心 来告诉你真相的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你唯一的血脉 于秋华 跟你于家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于秋华是不是告诉你 他跟沈凯峰网红了 真可笑 沈凯峰知道他不是于千金后 第一时间就把他给抛弃了 不得不说 你这个老东西 看孙女婿的眼光 是真差 什么呀 你这个毒妇 你猜 是谁把你孙女给丢掉的 是我 你 他一出生 我就把他给丢掉了 随时活个孩子回来 你们于家一养就是二十几年 我不是给别人家养孩子吗 你看 你这个毒妇 你这就不行了 你等等 还要更刺激的呢 els 由音乐 刘伟少同学 收眼和秋华回来了 好吧赶紧去洗洗手 你爸今天亲自下厨 做了一顿大餐给你们俩 哎 这么几天没见 好像又瘦了 哎呀 妈 你开什么玩笑呢 这才几天你就发现我瘦了 秋花 你不知道 你妈的眼睛跟扫描一致的 我跟你哥 一顿扫吃那么点 她都能看得出来 来来来 去吃饭 待会儿 多吃点肉 走 我接个电话 喂 贾妈 怎么了 什么 爷爷去世了 我 对不起 我可能 没事 我们能理解 快去啊 爸 妈 我去试试画 去吧 去吧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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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跟我开玩笑呢 对不对 爷爷 我是秋华 爷爷 爷爷 你醒了看看我呀 爷爷 你怎么好意思的 医生说 爷爷是因为受到了刺激 心脏病复发 而今天来医院看爷爷的人 只有你 妈 你说他是不是偷偷跑过来 和爷爷告状了呀 于秋华 爷爷最疼爱的人就是你了 我知道你想对付我 可你也不至于这么狠心吧 好啊 于秋华 你这没良心的东西 你爷爷都想害啊 可我有什么关系 我下午走的时候爷爷还好好的 明明就是你们 别加谁心的 从今天起 我于家这车里和你断绝关系 你给我滚 滚 爷 爷爷 你给我滚 你 这是 小人 我 我没有爷爷了 我没有爷爷了 走 我们回家 你们秋华又在画画了 给爷爷看看 你画的什么呀 这个是我 这是爸爸 这是妈妈 这是爷爷 我们家里要像童话故事里一样 永远在一起 好 我们一家人 一定一直一直在一起 我宝贝女儿 真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啊 这都一整天了 怎么还不行 秋华 你跟我出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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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秋华 学教他现在怎么回事 爸 你放心 等我教他出来 到底是谁害的秋华 他没我一个都不放过 秋华醒了 秋华 秋华 醒了 爸 妈 你们都熬了一天了 身体怎么吃得消啊 赶快去休息吧 这是我拿 行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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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我没事 来 喝酒吃吧 休息吧 我 我 没事 小哭就哭出来吧 我在呢 没事 我在呢 漂不 controlled 你 帮你 帮你 找我 不认识 如果医护 好 有你们在我就有底气了 只是妈 先别报了我们的关系 还不是时候 爸妈行为有事 你不要走来走去的啦 你说 他能来吗 这要是不来的话 那我们不是埋费心死了吗 当然 他余秋华离开了赞余江 什么都故事 你看着吧 他这些天在外面吃得苦 肯定得眼巴巴地回来找我们 到时候 我就亲手把他最后的念想 给断了 整个公司的人都来了 就缺一句话他一个 爸 咱们可是特意邀请他来 他这么做是不是故意想给咱们难堪呀 他余秋华算什么东西 叔叔 别生气 他哪哪个本事啊 我看呀 他是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多的糟心事情 不好意思面对公司这么多老员工吧 别生气 今天要起 你也会准时进行 反正不管他迟到还是不来 丢脸的都是他 好 不好意思 今天就发现也太美了吧 不好意思 路上遇到点事 我没来迟吧 艳人 进来压我风头 姐姐 你怎么才来呀 爸妈等了你好久 没有 我们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来迟了吗 没有 还有三分钟就 你就是没迟到了 飞烟会到底开不开啊 余秋华 这就是你对长辈的态度 这就是你对长辈的态度 我说错了吗 余秋华 你害死了爷爷爸妈都没跟你计较 依然邀请你来 你不但不感激 你这是什么态度呀 我看啊 他是盘山叶佳飘了 原来你们是嫉妒我跟叶佳的关系 我呸 谁会嫉妒你这个不检点的贱人 陈凯峰 关好你的嘴 你是不是趁教训吧 你 你确定你要在这打我 这不是家业 我是前任的公司主管 那边可都是我的人 余秋华 他可是养了你二十年的爸 你就这么不尊重他 尊重是给值得的人的 你们呀 不值得 秋华 这么多年的情分你都 妈 爸 你们别生气 他嘚嗦不了多久 等一下有他的好戏坑 我今天非得给这个白眼 然后你颜色看看 秋华姐今天好漂亮啊 你少拍我马屁了 他们最近有没有为难你们啊 你放心秋华姐 就他们这点幼稚园的手段 难不当我们那儿 不过呀秋华姐 你可小心一点 我怀疑这场庆功宴 有可能是个轰门宴 你放心我早有准备 各位员工 欢迎来到余氏公司的庆功宴 除了庆贺 本次和叶佳合作圆满完成 今天宴会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那就是 进入你们的前厨馆 也就是我的洋女于秋华 恶毒的真面目 余董在说什么呀 她可是看着秋华姐 精心业业为公司打拼的 好了 我倒是想听听 他们能怎么变着花样的污蔑我 大家都知道 我亲生的女儿 余维仪才回到余家 但你们却不知 在此之前 余秋华早就知道 自己并非是我余家亲生的女儿 而且 她为了保住余家千金的地位和财产 竟然只使他人 害死威仪 不仅如此 在我女儿回到余家后 余秋华多次陷害她 趁我不注意 打骂 恐吓威仪 甚至出败自己的肉体 勾搭上叶家养子 抢揍了本该属于威仪的项目 我们威仪 明日明夜加班 才把刘总的项目给签下 就在前几天 她不满自己得不到余家的全部家产 跑去找我的父亲撒泼 我重病在床的父亲 就这么被她活活的气死了 余秋华怎么这么恶毒啊 这简直就是丧尽天亮 简直胡说八道 你们这些提醒禅言的余媚社 华家平时怎么在你们呢 你们的脑子就被狗吃了 看 看 看这个不吃羞耻的女人 没有点羞耻之心 还在洋洋得意 得意倒谈不上 我就是很好奇啊 余董是出于什么目的 在大众面前不惜撒谎 也要诋毁自己的洋女呢 我堂堂余董可不屑于撒谎 倒是你余秋华 有胆子做坏事 没胆子承认 我告诉你余秋华 我不会再任你欺负 今天 我就要在所有人面前 揭露你丑恶的嘴脸 我就要在所有人面前 揭露你丑恶的嘴脸 精彩 太精彩了 你们还有什么要指责我的 一并说出来吧 你 你做了那么多婚姜事 竟然没有点羞耻感吗 真可笑呀 你口口声声说我找人害他 你到现在一个证人拿不出来 你说我害死了爷爷 你不去找证据 爷爷现在尸骨未寒 那你们在这里办起庆功宴呢 你们余家真是一脉相成的冷血啊 余秋华 你当了这么多点余家千金 爷爷刚过世 你就跑来误入余家噱头 你也不够犯忌讳会呀 从我刚刚进门开始 你们就一直拿爷爷的死来针对我 你们犯什么忌讳了 你害人无数 我们当然要让大家看清楚 你这丑陋的嘴里 沈凯复 这里最恶心的人就是你了 你一个染了一身脏病的东西 追求我不成 恼羞成怒怀恨在心 余月宜回来第一天 你就巴巴的凑上去啊 这里谁不知道你屈颜复事 你巴掌他们余家 不就是为了盘上叶家吗 沈凯复 他说的是真的吗 卫姨 别在那儿胡说八道 我根本不是那样的人 余月宜 你第一天就回来着急勾引他的时候 你没想到吧 你现在知道怕了 我劝你还是找个医生看他病的 余秋华 我 你个奸人敢污蔑我们 我要杀了你 行了行了别演了 从早演到晚的你累不累 还有你 有个揣着明霸装糊涂的 你根本就不在意爷爷的死活 对不对 你作为父亲 你不仁作为儿子 你不像作为政府 你不忠 你不就是想找个火把子 帮你背锅顶罪吗 你宣众我了是吗余董 你 余永高 敢斗退一向 我就让你们余家覆灭 余永高 你不敢斗退一向 我就让你们余家覆灭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我早就说过 叶家要合作的 不是你们余家 而是秋华小姐 可是你们余家死性不改 屡屡为难秋华 既然你们听不懂人话 我想 我们也没有合作的必要性 你听我解释 我想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 什么误会 误会的不是你吗 难道不是你那没交哑的女儿 一回来就急着争权夺利吗 罔顾你们二十多年的感情 你纵容她欺识无灭秋华 你们这些是非不分 无情无义的人 不配当秋华的父母 叶先生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们家卫永才没有 你女儿什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秋华的能力 和人品 跟她做生意的人都清楚 没想到我们跟她相助了二十多年 居然会因为没有血缘关系 就抛弃她 还各种打压她 你们这样的商业伙伴 我们叶家可不敢要 从现在起 叶家便叫秋华小姐 作为叶氏集团核心领导层 她想要的一切 叶家都会满足 即使她想住到叶家 也是可以的 有的人不看重她 可叶氏 搞当她是个宝贝 你听到了吗 于永康 你 你叫我什么 从今天起 我跟于永康再无一丝瓜葛 从今天起 我跟永康再无一丝瓜葛 前辈的订单是我送给你们最后的箱子 从此之后 我们恩断义举 你 你既然不是我们于家的人了 现在 就给我滚出于氏集团的宴会 余总 你这是在给我们叶家下逐克令 哦 不是不是不是 我说的是她 冲南那个订单 我们之所以不撤回 是想让你们知道 这些年 秋华为了于家操心劳力 付出了多少 结果你们非但不珍惜 反而把她的付出当我理所应当 这是蠢到极点 我们叶家 不跟蠢人打交道 秋华 我们走 等等 我还有事要做呢 既然于家送我这么一份大礼 我当然也要给他们回礼才行 你 你还要干什么 我亲爱的组员们 经过这么多年的相处 我知道你们是一群有梦想 有责任感 有能力的年轻人 可是现在的公司处处打压你们 你们的才华无法施展 所以今天我想借着这个机会 问问你们 你们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出去 闯出一片新天地的 你们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出去 闯出一片新天地的 不愿意 不愿意 我也愿意 你们 没白疼你们呀 合同 你们合同没到期 跳槽要付 三倍不 五百分月金 余维仪 你不要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是繁忙 他们该赔的钱我都会赔 不该赔的 一分都不会对 说得好 既然是要为夜市计算工作的人 这一分钱 夜家出了 事情都报完了 我们回家 走 走 走 来 还有我 走 走 走 余小姐 得罪了夜家 我们公司怕是要玩了 跳 不可能 夜家 看中的怎么会是余秋华 他们难道 不是我有余家才 完了 全完了 走 秋华姐 在队的每一位呢 我都愿意带你们走 除了你们两个 两个只会见风使多刷小聪明的老鼠屎 留在我身边也是祸害 好了 都回家去吧 好好休息几天 然后准备去新公司入职 太棒了 就花点完碎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待的 拜拜 拜拜 哎呀 我们宝贝女啊 真有领导气质 对啊 咱们夜家的闺女 到哪儿都是最棒的 秋华呀 不仅领导能力强 处理业务的能力啊更强 前两天啊 在医院头上还缠着绷带的都要跟我聊合作 哪都拦不住 怎么 夜修人你怎么还够装呢 秋华 你什么时候去到医院了 对啊 那个吧 就是误会 小事 不重要 走走走走 行行行回家吧 什么好事啊 还于秋华算什么东西 竟敢给咱们摔脸色 这我们得罪了夜家 这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至少阿姨 吴姨 先别着急 她于秋华 不就是当上的夜修人的情妇 才敢如此嚣张吗 这夜修人 一看就不是个专情的人 于秋华不过是一个放荡 且没有背景的人 被玩几天又玩得腻了 咱们的余余佳 好得有这么些年的根基 说是要打压咱们 依我看啊 亦是兴起而已 再说了 刘总的项目 马上就要起工了 等他厌恶那个贱人 还是会回来跟我们合作吗 嗯 还是凯峰有想法 爸 当务之急 是赶紧和那个贱人撇清关系 免得他到时候 得罪了夜修人 又翻回头来找咱们 不能给他留一丝可乘之急 我立刻发布新闻港 管轩和他断绝一切关系 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 有什么事儿 要给我们打电话 结果 今天要不是修然说漏嘴 你是不是打算瞒我们一辈子 这余威夷 是个什么品种的泼妇 居然该砸上我女儿的头 余佳那小畜生 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修然 把余佳搞定了 妈你放心 有我在 他们永远都不能不了 不麻烦修然哥哥了 我一个人就能搞定他们 好的 都听邱华的 邱华 你这几天在家好好休息 休养好了以后呢 让修然带你去公司手洗一下 爸妈年纪大了 以后公司的事儿 都要将你们两个人一起处理 妈相信你很快就能上手 爸也相信你 谢谢爸妈 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说什么呢 爸妈是永远不会对你们失望的 你们啊 只要健健康康的 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这么大的嫁业 叶总一个人打理得这么好 我看我还是给你当个小助理吧 那我可行不起啊 怎么会呢 叶总请 叶大小姐先请 叶总心请 你太磨叽了 等等我 叶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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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让你搞理破了 你看吓到大小姐了吧 没有没有我没吓到 我就是太惊喜了 我很喜欢 谢谢大家 好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都回去工作吧 我呀就是给大家拍案件 好 那网友小姐们 没想到呀 我们叶总平常挺严厉的 底下的员工倒是挺活跃的嘛 父亲啊 从一开始就说过 做事要认真 但认真的 可不等于死板啊 所以啊 压制员工的个性啊 对公司未来的发展 没有任何好处 没想到叶总懂得这么多 收交啦 好 你来了以后啊 先从主管开始做起 等你熟悉的公司业务之后 我就把股份 都交给你 是 没必要吧 当然有这个必要啊 你是叶家唯一的记者人 我 只不如是个待遇同事罢了 我听到 叶总就是想当个小白脸啊 我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啊 你放心 以后啊 有我跟你一起携手 在海舍商场里打拼的 遵命 叶总 走吧 叶大小姐 来 这个啊 就是你的办公室了 怎么样 请坐吧 叶大小姐 谢谢 哦对了 除了这些啊 我还有一个事情交给你 真的吗 九花姐 你们这么快就入职了 是啊 除了我 小张小王 玛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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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呢 是我们公司 这样的业务 然后这个呢 包括我的资料 还有这个啊 是我们夜市集团的 部门家族 你先看看 有什么不懂的啊 你知识问我 这夜市公司被你打了也真好 我都教教我 羞然哥哥 我都跟你说了 你叫我哥了 嗯 夜总 这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就生气忙了 有什么不懂啊 你先生了我啊 好的 夜总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哦 喂啊 夜大小姐 你们怎么样了 一起去吃饭吧 我真好饿 那我先来过去 嗯 拜拜 好 您是来用餐了吗 对 请问奥特曼丁在哪儿 你带我去一下吗 哦 不好意思啊 这家奥特曼丁啊 是要至尊黑卡的用户 才能订了丁 我对外接待普通人啊 你什么意思啊 哼 我说什么意思 您这还不明白吗 您想去那边用餐啊 嗯 请先出示黑卡吧 哼 没有黑卡啊 我们是树不接待的 哎呦 真是寒酸哪 这么快就被夜少跑起来 连餐厅的门都进不来了 哎呀原来是沈少爷啊 哎呀 您可好久没来的 哼 现在变得如此帅气了 哎 您旁边这位是 这位 是于世其端的千金 我未来的太太 原来是于小天啊 听说这家奥特曼丁 就是你定的啊 哎呀 看我们这前前后后 都快忙活了一下午了 哎 哎 早知道身份证应该去改个姓了 你听到了吧 人家明明是专门为我定的 你没了靠山 连门都进不来 我早就说了 夜少王 没过几天就把她咽气了 这不 龙公才过几天嘛 你们两个在这儿说半天 难不成这个厅是你们定的 我堂堂于家千金大小姐呢 这厅不是为我定的 莫非是为你这个冒牌货定的 你们店怎么什么人都敢放进来啊 也不怕拉低档次 就是 什么阿摩阿格顿的放进来 还不赶紧轰出去 是是是 我这就把她给赶出去啊 等等啊 你说这个厅是你定的 它叫什么在这儿 叫什么在这儿 什么 秋天的英文呀 秋天的英文呀 英文呀 云秋华 你别气人太甚啊 卫仪再怎么样 也是千金大小姐 哪跟你一样 只会爬豪门的床 我看呀 需要检查身体的是你 谁知道夜少的床上 每天都躺着谁呢 沈凯峰 我警告你啊 管住你的嘴 你骂我可以 不许你骂羞然 你敢打我啊 我打的就是你 你怎么打人呢 你们两个啊 一个太敌男子都弱智女 打的就是你们俩 你个贱人敢骂我们 骂的就是你们两个 又传又坏的端子 你看人家第一次见面的笑容 你算什么东西 余小姐你误会了啊 都是那个贱女人 连您都敢诬蔑 她姐又是自不亮的密码 还不赶紧就把他轰出去啊 等会儿 下面那个店长叫过来 拉入门店的黑名单 是是是 我这就去把店长叫来 是是是 我这就去把店长叫来啊 没完没了 沈先生小姐 两位有什么需要帮忙呢 我对你们门店消费了不下百次 才拿到一张至尊赔卡 你们倒谁都放假了 我对你们店的体验很不满意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们的失误 我这就为您把闲杂人等 都请了出去 哎 你们可想听清楚 现在动了手 等会儿别后悔了 你们别听她嘴硬 她不过是一个 被叶佳和余佳同时抛弃的记忆 秋后地骂着 弄倒不起来的 喂 秋华 啊 你已经到了 什么 等我 一分钟 现在留给你们的时间 只有一分钟啊 我说余秋华 不要脸你也得有个吐吧 像女生要被抛弃的气质 还指望叶上能继续搭理呢 我只怕 电话都没接通吧 就是 还挺能装呢 啊 装上瘾了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哎 你是这边的店长是吧 我就说 为什么他跟你一样 盛气凌人无处一辙 原来这是你们店的风气 嗯 不过我记得这家店 好像是厌室出自的对吧 是 是 是啊 怎么了 行 等会儿就撤子 你们别听他说大话 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把这个挑事的女人轰出去啊 我想看看 到底是谁在我这件事的 我都要看看到底是谁要在我餐厅闹事 走啊 挺好的 谢谢 叶少尼拉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啊 凌晨艺 是我定的 我听说你要教我的贵客 出门了 原来是您定的 您怎么不打分招呼呢 您要是报了名号 我们就 就能方便区别对待 是吗 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又不是我拦着不让他进的 是他俩 从今天起 叶紧 将撤销对这家餐厅的投资 而你们两个事宜 将会被海市商户 拉黑永不录用 你呢这队狗男女 将被永久拉黑 禁止进入 叶氏集团集下任何商户 叶少 我们是无辜的呀 你不要被他骗了 是啊叶少 你不能被他未来欺骗了呀 这个女人借着您的名义 到处欺负人 你看 我还没打着一巴掌啊 您不还还换着您的名声啊 再说了 这个贱女人有什么好的 她不过是一个被改变家里的下午人 不过是一个人尽可不 不过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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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少 我错了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不知道这位小姐是您仗着的人 是啊叶少 都怪那两个人被他们给误导了嘛 这位小姐 求您打人有大量 我们再也不敢了 我家里还有老人孩子要养活 求您大发慈悲 别别别别 明明是你们先事强凌弱拜告彩地 再说了 我这是修软所有的决定 那我们回家睡 好 气死我了 患这么大事 什么事啊 没事 走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余佳和森佳这两个小辈 简直不长进去 都这样了还想着气不气不滑 那两个员工也真是的 整这么一出 一天入职的好心情全美 哎呀爸妈 你们是没看到呀 那两个人被修软哥修理得又多惨 不开心还来不及了 而且呀我们这也算是 撤资了一笔有风险的投资 手下了好大一笔钱 不愧是我女儿考虑得真自不缺 爸妈 我有点不舒服 就先回房间了 你哥怎么了 他可能是有点累了吧 我待会上去看看 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送我画啊 嗯 庆祝你回到夜间 谢谢你送的玫瑰花 我很喜欢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在想 你要是能一直陪在我身边就好了 你有之间 不是这些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一辈子都该生活了 我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幸远 嗯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因为你们两个损货 于是集团股票大跌 叶佳 还放话要整住我们 撤会对我们的投资 你们看看 你说 您先冷静你 不疑可是您千辛万苦 才找到这种亲生女儿 再怎么说 也不能拿她撒气啊 你还敢说 叶佳本来应该忘了对我们出手 要不是你们两个 无缘无故去找于春华炒上 怎么会沦落到现在这种局面 爸 明日是爱于春华炒上 你干嘛怪我呢 行啊行啊 你少说两句吧 好好地想一想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度归危机 老爷太太 或许我有办法 你 这于秋华 能利用叶佳对付叶佳 这说到底 还是仗着叶绍的使命 可那叶绍 毕竟只是叶佳的一个养子 只要我们能够帮叶佳找到真正的前进 那不仅能打压叶修华 还能让他和于秋华失事 那到时候叶佳 还欠我们一个人情 可是 叶佳失利那么大 都找了二十年都没找到自己的女儿 我们能行吗 妈 你要相信缘分 我不也是在外流浪了二十多年 最后还是回来了吗 唯一说得对 世道源头 确实只有这一条路可行 但妈 还是你够聪明 一心为我们瑜伽着想 这都是我该做的 叶绍 瑜伽人商量着 要找回叶千金 夺走您的权利和地位 您千万要小心 花样还真多呢 那就陪你玩玩吧 老爷夫人 大小姐 发布会已召开 已经让全海市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们业家的大小姐回来了 任千业也已安排妥当 将于下都日举行 早就该召开发布会了 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家邱华回来了 要我说啊 邱华应该直接露面 让全海市的人看看 这瑜伽这群没眼光的 丢失了什么样的好宝贝 妈 看邦恩的饼头有什么意思 照我说呀 就应该现场看他们的反应 邱华说得对 到时候啊 我给他们发出最贵的美妖子 要他们付最贵的鸿门宴 我们好看 我们最佳视角的好戏 不错 这帮混蛋 把我们家女儿欺负得这么惨 早就该收到教训了 怎家办 听我的 我们业家的地方啊 让他们开开眼界 也摆上我收藏的古董 让他们好好赞到见识 你疯了 他们怎么看得懂 万一砸坏了底盘 嗯 舅华 有一些事儿吧 还是等事情完全查清楚 再告诉秋华吧 怎 怎么了 啊 没什么 你那天就好好准备一下 我期待你今天全场 嗯 爸 妈 你们快看 叶家任亲燕的邀请函 任亲燕 我们还没开始找叶家千金呢 他们就已经找到人了 天助我爷 那 看来 我们以后不用再忌惮夜商了 他都已经吸了这么高级的邀请函给我们了 应该代表 握手约合了吧 那是当然 叶家养子失事 余秋华肯定会被抛弃 他们这么做 肯定是想拉拢咱们呀 哼 余秋华 我当要看看 美丽夜少的保护 你会落得什么样的下沉 哇 这就是叶家的别墅啊 好气派 这种私人场合受邀的 老公就没几个人 看来 咱们的地位 无将反尊 啊 我们余佳 再次一飞冲天的好机会 马上就来了 哈哈 开封 嗯 葳姨 等会啊 你们一定要好好地表现 一定要顶住叶家的长辈 很多再像之前那么莽撞了 好 哈哈 走 刚才没开始 来的都很早 余秋华 你还好意思来叶家的演会 这是我自家的演会 我为什么不能来啊 叶向人都被抛弃了 你这个叶向人的拼头 居然还有脸来这个地方 找到新生女儿 就会抛弃杨子 你以为蛇都跟你们 愚驾一起来拼 余秋华 你怎么还在跟谁一样 不是好台 秋华 我们眼泪你二十多年 你怎么对我们 像丑人一样啊 你们怎么对我的 我就怎么对你们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不是您二老交给我的 你算什么 拼叶配 我配 你算什么 拼叶配 你 我配不配 是你们说的算吗 他怎么可能会受到邀请凯呢 你一个人受养 叶家的私人院 邀请的都是合作的集团跟商户 你竟没有公司 要不是董事会的成员 怎么可能啊 就是 不可能 肯定是假的 伪造勤俭 真不要脸 我看你还能不能进得去 哎呀 我就不应该对你们 之上抱有什么期待啊 我看啊 你还是走啊 免得被叶家人看到你 跟我们在一起啊 降低了我们的身份 对 保安 保安 这里有什么闹事 谁敢在叶家地盘闹事 就这个女人 把她轰出去 没事 这个由我来处理就好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她请出去啊 扰乱了叶家的任性验 你们负得起责吗 闹事 我看闹事的是你们嘛 知道你们惹了谁吗 好了 你先下去吧 你先下去吧 哎 怎么走了 哎 哎 哎 叶家的安保也不过如此 约瑶 我看你还要气疯了吧 你一次次用尽心机手段 一次次费着心思想把我踩在脚下 可是每一次都没得逞 很失望吧 你疯了吧 你在说什么呀 你一次次被我比在这的感觉怎么样了 你以为把我赶出瑜伽 我就会一无所有 以为把我赶出瑜伽公司 我就会身无分文 以为叶少不要我了我就会掉进烂泥里身 但是你看呀 我还好好的 站在你面前 陈华 你会问我一个什么 又是我们对方人在闹声 又是我们对方人在闹声 在自己的场合里 照不是欺人也就罢了 现在在我们叶家的宴会上 你们还敢为难清华小姐 真是不实态局 原来你勾搭的人不是叶少 是徐管家呀 余修华 你还真是不挑食呀 我都替你扫得花 瞎说什么 看我不替修华小姐 好好地教训你这个 男子和话的东西 不用说中了吗啊 恼羞成怒了吗 我告诉你 我要大肆宣扬出去 让你们严密实惊 你 徐管家 没必要跟这些渣子都回头手 我们先进去吧 你们几个 在外面守着 不到时间 不许他们进去 贱人 你给我等着 我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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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住我们一时又能对养子 说到底 他还不是没资格赶我们走 这边徐管家装腔做事吧 等会儿 我们在叶家整个面前 接受她 欢迎各位来参加叶家的认亲业 我们叶家 丢失了二十多年的孩子 总算是早到了 希望各位用掌声 来欢迎我的女儿 怎么会是她 原来瑜伽的养女 就是真正的叶家前进 怪不得 她们断绝关节的时候 才一点感觉都不一 瑜伽所谋寸光 请出去这么大一尊佛 我估计现在 肠子都会清 叶家前进竟然是这个贱人 这怎么可能 大家都知道 秋华曾经在瑜伽长大 我们花了二十多年才寻回她 我的善良的女儿啊 想要报答养父母的恩情 帮我瑜伽找个亲生女儿 再回到我的身边 于是那时起 我们叶家 就把这名不经传的小小瑜伽 扶持成长 几斤的喊事前世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 有叶家这样的家庭 那之前秋华小姐贪图瑜伽财产 谋害余威仪的传言 岂不是不公自破 你说话 妈 没事吧 我们秋华心地善良 就算是受了委屈 也不忍心看瑜伽人饿死 努力地想稳住瑜伽的功夫 可是瑜伽的人一个个树木乘光 心胸狭隘 仗着 对我们秋华有养育之恩 肆意地欺怒她 今天我请来各位兴认的和乐伙伴 就想让大家这么见证 我叶宏光半辈子 就这么一个失而复得的女儿 谁要是和我女儿过不去 就是和我叶家过不去 谁要是和我叶家的对手 站在一块 那我叶家也和她过不去 叶家看来是要下横手 瑜伽这回事算完了 秋华 秋华 我的未婚妻 我们还有娃娃亲的婚约在身上呢 你忘记了吗 鲁阳要脸了 那可是你去世的爷爷 给咱俩订的呢 秋华 你可不能辜负爷爷的一片苦心啊 你还用点提我爷爷的沈凯峰 当初是你自己说的 这婚约是沈家和余家定的 你的未婚妻在那边呢 我祝你们早日结婚 早生贵子 百年好喝 秋华 滚 你给我离她远一点 你什么 余初华 你这个丧性病狂的女人 不知悔改 来人 送客 季爱人 你给我等着 让各位见笑了 现在大家可以尽情享受宴会了 干杯 敬业生意 秋华小姐 恭喜你回到自己真正的家 多谢李总 还有项目的事也谢谢你了 客气了 你的人品我从来都信得过了 余家那边我替你指示 你一句话 我立马撤资 叶家这边 我也随时接触了你的感染者 好的 李总 夫人 你请慢走 没想到你和李总一家也朋友远远啊 说来都是捡巧合啊 总之以后李总也是叶家重视的合作伙伴啊 真厉害呀 秋华 那是 走吧 ��на 我 writings 他怎么会是眼大前进 明明是我 还王他像 déu Nicki 好 错了 你每一步都走错了 你妈都变成这样 你还只是想着自己 滚滚的房间乱出去 家妈 我 明明我已经把她赶出家门 没什么她还是踩在我头上 死千人她怎么敢 我也是没想到 于秋华真正的身份那么高贵 真是出无意料的大收获 她现在是堂堂烈家大小姐了 你猜她能不能厌一下 在于家受过的气 日后她必定会报复于家 报复你 到时候等于家破产 你就又会变成那个 流落街头 任人欺录的臭乞丐了 不可能 我绝对不能回去 你一定还有办法 求求你 告诉我 现在 唯一的办法是 都不不会 蓝幕 你 你今天怎么想到带我来公园 啊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幸好都传了硬碗 先带你出来放松一下吧 你还是那么贴心呀 也不知道外界为什么 总说你冷冰冰呀 那是因为对象是你呀 你跟谁学的油嘴画舌的 你这无力值啊 可不捡到你啊 你光电话舌舌 你怎么还偷东西 你没事吧 你的包 记得你咋也出车 没事 本姑娘向来路见无评白要相助 这点小事算什么 走了 喜欢就去追 你们又没有血缘关系 臭小子怎么能比我们还老不懂呢 对了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马上回来 干什么 你要省省省省 去看看醒了没有 快 快 快 去看看醒了没有 哎 哎 哎 醒醒醒醒醒醒 醒醒 炒首长 再炒吧你了心了 我打电话给他打电话 喂 货到了 抓紧时间过来验货 我让你停一下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快放开我 听见没有 算点时间过来 好 过年还不可能 回家给你找个媳妇啊 找个年轻点的 两个大哥 我看你们几个这么好 不用来我回去当打电话吧 我给你们三倍东西 你们有的事有的事 炒首长 啊 救我 我不会让你出事儿的 秋花 我 秋花 秋花 你们没事吧 叶秋花 这么多人人有点不好处 现在 唯一的办法是 为了我的人下 你去死吧 你怎么摇了 修阳呢 修阳他怎么了 你倒是说呀 他是不是出事了 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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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啊 修阳 你不是说让我等你吗 那医生说修阳他酸脏脑子 有可能再想过来了 怎么会呢 他刚刚明明还好好的 修阳 是从他衣服扣在里面照出来的 修阳你醒醒我愿意我都同意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你醒醒好不好 修阳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修阳 我求你了 你醒了啊 我哭了 我哭了 修阳 修阳 他大福大苦 很快就会醒过来 就算为了你 他也会拼命地醒过来 由于这个疯子 真的是坏到骨子里了 哼 爸 妈 我要带人去趟瑜伽 哎 警官 你看 我女孩就是一时糊涂 能不能 爸 什么公私公办 还不就是叶家指使他不给放人 是不是 钱送的不够呀 要不 我们把房子卖了 卖什么卖 那家伙都明摆着 继续收钱 装清高 再说 把房子卖了 我们住哪里 谢爹谢爹 叶家的孩子们没有危险了 我一不买了 不是杀人犯 老公 你快点去疏通疏通 我一很快就出来了 别想了 他一定会付出他应有的代价 秋华 我看 你现在也挺好的 你大人有大量 你就原谅卫一吧 他就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呀 余坦坦 最无知的法盲也应该知道 杀人成命的道理 什么杀人成命 你这不混得好好的吧 所以他现在只是在监狱里面忏悔 你知不知道 我哥哥还躺在床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来 你们才让我原谅余为一世吧 想都别想 我唯一送进监狱 还可以跑到我家来耀武扬威 我打死你这没良心的白眼老 痛 秋华 不是你爸他不信 你要打你的 快点跟这边放上 您放心吧 我今天本来也不是来找你 的 不是 你既然敢做 就不要怕别人查出你 薛华 你难道是来抓贾燕的 好啊你 不光害得魏玉生仙监狱不能回家 现在 还要把清清坑坑洋育你二十多年的贾妈也抓走 你有没有两起 贾妈 看来你还没有告诉他们你叫做一位移谋杀我的事 不知道是他们太蠢 还是你这一来隐藏得太好了 当然是他们蠢 贾妈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一开车撞人真的是你指使的 果然 没受过教育 又没被IF的乞丐 就是好操控 我只是随可逼个理由让他先下手 他就真的开车去撞人了 真的比你俩加起来还要撞 你 看到你们瑜伽现在支离破手 快醒死了 你 你 你瑜伽把你到中心的家谱 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恶毒 怎么 你永康 这就回来了 我还做个更恐怖的事吗 你们不是想知道 怎么会抱错孩子吗 啊 什么 你们两个蠢货 想都没想过 这当然是我 我 这些都是我做的 是我 把你们的女儿丢掉 抱回她 找到余薇怡是我做的 让她割引沈凯峰是我做的 受业闹事是我指使的 叫人杀人是我怂恿的 这些全都是我做的 都是我做的 蒋天 我们瑜伽这些年 可没有亏待你什么 你到底为何这样对着我们 没有亏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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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康 是最没有资格跟我说不亏欠的 要不是你管不了你的下半身 也不会有后面那些事情 还有你 林秀卿 明明是你老公的错 你却害我流产 失掉了自己的孩子 我再也不能怀孕 都是因为你们 害我接连被傅家和娘家抛弃 你们还有连谁不愧见我 可 可我们都留你在云家工作 作为补偿了 补偿 你每天对我摇来喝去 每天心情不好的时候 还打我当初起头 什么补偿 林永康 这个世界上 最虚伪的就是你 你做的那些 只能感动的自欺 你还想要打我吗 我屁 我扎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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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死你 扎死我你就去坐牢 你陪我移去坐牢吧 我扎死你 那我呢 被你亲手抚养了二十多年长大的我 只是你一个复仇的工具而已吗 你有没有想过我和叶家有多无辜呀 假妈 我叫了你二十多年妈 你真的就算我半个妈妈了 你怎么能就把我当一个复仇的工具呢 啊 孩子 我的孩子 妈 我真正的孩子在那个晚上早就已经死了 他还没来得及看看这个世界 他还没来得及叫我一声妈妈 我要感谢我的心 每次你叫我假妈的时候 我都在提醒我自己 对你来说 我只是假的妈妈 真正的孩子 早就已经死了 死了 都怪你们 都是你们的父母 我让你们分手代价 其他人又干得了什么 够了 你明明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 却依然执迷不悟 我已经收集齐了证据 等会我会把你和证据一起交给警察局 你就在监狱里 陪余威夷渡过余生吧 和余威夷一起 他又翻掉了个什么东西 他只不过是我随便找的一个和他们相似的乞丐吧 什么 那别用简条报告 他没问题 真蠢哪 那个报告是我做的 要动力手脚可太容易了 我弄死你狼心狗废 我弄死你 不过还不够 还不够 你知道你爸是怎么死的吗 是我 是我 你们不是不想告诉他吗 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你们不知道 那个老东西 在死前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样子 有多可笑 妈妈今天来陪你 陪你 姨姨 贾燕已经死了 你不会还把她当作给你第二次人生的救命恩人吧 你知不知道我们俩慧友今天全都是拜她所刺 是她把刚出生的瑜伽千金扔了 又把我报回瑜伽 伪造DNA报告 把瑜伽弄得鸡犬了 而你呢 你只是她用来报仇的工具 她跟你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不过是一颗她用来复仇的妻子吧 余勇康号的余雪晴也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你不是什么瑜伽千金 你只是一位无穷的乞丐 倾性残疑 算人害己 希望你在里面好好改造 从心就有 秀然 贾燕昨天已经下葬了 余维仪的法院判决也出来了 十年 也算是 得了她应有的惩罚了 更搞笑的是 沈凯峰前段时间 因为酒驾撞了树 考虑劫瘫 下半辈子也就这样啊 不跟你说这些不开心的事了 咱们公司啊 马上就要跟国外一个老牌企业签订合约了 我估计等你醒来啊 咱们这国外的分公司都要有了 你说这选职选在哪呢 就在你上学的地方好不好呀 你觉得合适吗 熊儿啊 你快醒醒好不好 爸妈都等着你呢 怎么好 你们来什么 出去 叶先生 叶太太 我求求你了 让我见见秋华 我们不是导演把家给套 叶先生 你深深逐渐想一下 如果你一夜之间是自己的接班人 你会是什么心情 我呸 你说什么呢 我们秋华会过得好高的 不是 叶太太 我们不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 我妈说的对 你们瑜伽落岛今天的地步 完全就是旧游主题 你们还有什么脸来见我 你们瑜伽落岛今天的地步 完全就是旧游主题 你们还有什么脸来见我 秋华 秋华 秋华我们不能没有你的唯一的女儿啊 叶太太 你搞错了 你们唯一的女儿现在在监狱 你们有时间来医院闹事 不如是监狱里面让她好好感受 嘿 别提那个小畜生 根本不是我们的种 区区一个乞丐 应该具有我瑜伽的财产 秋华 我们已经跟她彻底断绝关系了 就跟我们回家吧 对啊 秋华 回到瑜伽做瑜伽的女儿 等叶烧醒了 我们重新联营 也就是叶家的孩子 我们瑜伽一家亲了 你还没有脸说这种话 我多说什么了 我养了你二十多年 费了多少钱 你先上瑜伽关系的瑜伽关系 我告诉你 门子都没有 你以后再次给我养了 你说我谎话 这是个坏的地方 我要让你留下 能够下半辈子在监狱的工作 好来 终客 好 对不起啊 我也没想到他们这么疯 会跑到医院来闹事 打扰你休息了 秀人 林永康和林许青这对脑残夫妻 已经因为多年的喜悟会入狱了 他们不会再来烦你了 放心吧 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我从小就想了 如果我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的话 我一定要当一个特别宠他们的姐姐 结果没想到呀 现在弟弟妹妹没有 现在倒有个哥哥要听我 讲故事了 你可是有福气了 那我开始了 从前呢 有一个小女孩 她没有爸爸妈妈 所以从小 继扬在别人家 最后 小女孩跟她真正的家人在一起 妈 妈 没事 我们在这儿陪着过 你醒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爸 妈 秀人醒了